大家好,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好吃的豆腐丝瓜 丝瓜一根,已经去好皮 把去了皮的丝瓜切开边 再切成丝瓜丁 豆腐一块 把豆腐切成豆腐丁 接着切三半蒜,把蒜压扁,切碎 再切两个小米辣,不吃辣也可不放 把切好的丝瓜放到大碗中 放进半勺盐,捉匀 丝瓜下锅前,用盐腌制一下 防止下锅就发黑 小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放进半小勺盐 打散打匀 打匀后,倒入和蛋液一样多的温开水 拌匀 拿来一个生盘子,把切好的豆腐丁放进来 把豆腐摆开 接着拿来一个过滤网 把蛋液过滤一下,倒入豆腐里 盖上保鲜膜 用牙签扎几个洞,透气 蒸锅中水烧开,放进鸡蛋豆腐 放了豆腐的蛋液蒸15-20分钟 热锅下少许油,放进蒜和小米辣,也香 接着把用盐腌制好的丝瓜丁放进来 不停翻炒 炒至丝瓜开始变软,放进适量生抽 腌制丝瓜的时候已经放过盐,不用再放盐 翻拌均匀后,倒入小半碗水淀粉 从此丝瓜完全变软就可以了 豆腐鸡蛋蒸好,拿掉保鲜膜 把煮好的丝瓜丁放在蒸好的鸡蛋豆腐上 今天营养丰富又美味的丝瓜豆腐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,点赞,关注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